小雪啊,今天晚上到妈这里来吃饭吧,我前阵子刚做的酸菜,咱们今天晚上吃酸菜肉末打卤面,手赶的,我是个弟弟道道的吃货,我婆婆这么一说,我立刻就要流口水了,我是北方人,一天下来,不吃碗面,就觉得没吃饭似的。 我当下就答应下来,立刻在微信里告诉我老公杨阳,让她下了班顺道开车来接上我,我老公马上语音过来说,遵命。 晚上五点三十分,我俩准是出现在了婆婆家门口,我婆婆以前是幼儿园园长,退休三四年了,平常没事就喜欢钻研美食,我和我老公杨阳可是沾了不少光。 她还有个女儿,杨信,也就是我的小姑子,刚大学毕业不久,正在一个房地产公司里做行政,平常很少回家,我不太喜欢这个小姑子,她嘴巴大,什么话多说,完全没有女孩子的矜持,又剪了个短头发,穿运动装,哪哪都和我格格不入。 我们两个凡事都聊不到一起,说不到两句话就打顶,我也不想见到她,平常能躲就躲。 好在,她大学毕业了,有了政经工作,她自由惯了,不喜欢受家里拘束,宁愿每个月交将近一千五百块房租在外面住。 这样也好,省得我们见面总是鸡飞狗跳的。 不过我万万没想到,我刚到婆婆家,屁股下的凳子还没捂热,小姑子杨信就回来了。 她这次可不是趾高气昂的模样了,而是黏黏的像被双打了似的。 不知道她是遇到了什么丧气事,总之她见面不向我找茬我就真的都弥陀佛了。 婆婆把热气腾腾的面端上桌子,我刚要动筷子,就听见外面一阵光光的敲门声。 小姑子立刻吓了一跳,让我婆婆别急着去开门。 她平常喳喳呼呼的,永远是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,想不到也有那么怂的时候,我心里还真是吃惊不小。 她悄悄地躲到门后,从猫眼里看了几圈,捏手捏脚地跑回了卧室,让我们有什么事别喊她。 为了撞声是,我,婆婆,杨杨,我们一起去开了门。 门口是个女人,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样子,打扮得挺时髦的,就是一脸利器,眼珠子就差没掉地上了。 还没等我们张口,那女人就说,杨信那贱人呢,快点给我滚出来。 我亲眼见她进了这门,今天她不出来,我就不走,我要让楼上楼下的都看看,你们养了个什么东西。 我婆婆气去上游,身体不住地摇晃,她有高血压,我怕她一生气犯了病,转身想把她往屋里推。 谁知道那女人一把就拉住了我,嘴里骂骂咧咧地说,你是她什么人?是她嫂子还是姐姐? 你这不知道杨信之贱人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?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吗? 她偏要勾到我们家男人,说这种话要讲证据的。 你这么血口喷人,小心我报警。 杨杨说着就假装要打电话,这是他们偷情的照片,你瞧好了,那女人说着就把一打照片甩过来。 我一看照片就震住了,照片上的女人的确是杨信没错,可那个男人,是周魏,我的前男友。 杨杨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放在眼睛下扫描着,脸部的肌肉都快扭曲得变形了。 要说这个世界上她最恨谁,肯定就是周魏了。 周魏和我谈了三年恋爱,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可是后来她出轨她上司的女儿,我只好知趣地退出了。 和周魏分手了之后,我曾经抑郁过,好在杨杨陪我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。 我对杨杨说不上有多爱,但是我绝对感激她。 有人说,出于纯粹的感激,一个男人绝对爱不上一个女人。 可是一个女人却能因此爱上一个男人。 杨杨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比周魏差,可周魏到底是第一个走进我心里的男人。 所以她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。 可我自从和杨杨结婚之后,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。 她怎么会突然冒出来,而且还勾搭上了我的小姑子。 短短几年时间,她还真是风流成性了。 因为照片拍得真切,而且照片里的小姑子颇为主动。 所以我和杨杨脸上善善的,不知道怎么打发眼前的女人。 就在这时,我婆婆突然昏倒在地。 我和杨杨手忙脚乱地把她送去医院。 车刚开到半路,我婆婆猛地睁开了眼,警惕地问,那女人走了吗? 我和杨杨才知道,原来她是装的,姜还是老的辣。 要不是我婆婆假装晕倒,我和杨杨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了。 我们开车兜了一圈才悄悄地回了家。 那女人早走了,不过小姑子却在屋子里哭成了泪人。 我婆婆气急败坏地问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下道的事。 她好好一个黄花大闺女,何仇嫁不出去,为什么偏偏要绑一个有妇之夫? 杨信说她是被骗了,人人都说周魏早就离婚了。 她才接受她的追求,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个老婆来。 杨信抽抽烟烟地说,她刚才已经打电话给周魏了。 问她究竟是什么意思,周魏说错不在她。 要怪就怪杨信太天真,事前没有仔细打听清楚。 她还说她现在正在闹离婚,让杨信不要再打扰她了。 她的意思就是要和杨信分手了。 当天晚上,杨杨和我说了,她必须找周魏算账。 她说自己的妹妹被人这么欺负了,她实在淹不下这口恶气。 不过,虽然她嘴上没说,我还是能猜得出来。 她的动机不止于此,我和周魏已经好几年不联系了。 这几年时间里,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竟然还在这个城市。 当初周魏出轨她上司女儿的时候,听说很快就被调取了位于上海的总部。 按理说她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是一步登天了。 她怎么回来了? 而且还和杨信一个单位。 杨信那个公司门面不大,勉强算是个小型企业。 员工不搭百人。 这么推算一下,周魏并没有礼于月龙门,而是在走下坡路啊。 她怎么会独独看上杨信呢? 她相貌虽然还算不错,可是天天一副男孩子打扮。 没什么女人味,和周魏的志趣大相径庭。 我越想越觉得奇怪,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揭开这个谜底。 听说周魏老婆那天在我婆婆家鲨鱼而归了之后,又去她单位大闹了三天。 杨信明月扫地,实在待不下去了。 只好辞职回家准备另找一份工作。 我怕她一个人扛不住,经常开导她,让她一切往前看,不要胡思乱想。 她见我对她那么热心,对我的态度大为改观,也就渐渐地和我说起了周魏的事。 她说周魏以前曾经找过一个有钱的老婆,本以为会平步清云。 谁知道她入赘了两年之后,因为和保姆偷情崩窗事发,最后被扫地出门。 她只好灰溜溜地又回到了原地。 她平常在单位里有嘴滑舌,专找年轻的小姑娘调情。 杨信虽然知道她作风不正,可架不住她长得帅,很快就缴械投降。 她说她压根就没想到她居然还有老婆。 她约单位里的女同事吃饭喝咖啡的时候,从来都是宣扬自己单身。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为什么周魏要对杨信下手? 莫非她知道杨信是我的小姑子? 就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,杨杨那边出事了。 男人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很粗暴。 杨杨埋伏在周魏家楼下,趁她半夜回家的时候,把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周魏认出杨杨后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,而是,你和杨信长得还真挺像的。 杨杨一听这话就明白了。 周魏招惹杨信看来是蓄意为之。 你这畜生到底想干什么? 不干什么? 我就是想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 周魏的目标是我。 杨杨不知道周魏一旦出现在我的生活中,会造成怎样天翻地覆的局面。 所以她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最解气的方法无非就是痛恶一顿。 杨杨是个很光明磊落的男人。 他打完了周魏之后,和我说了实情。 她说周魏和杨信只是玩玩。 周魏的目的是把我引出来。 我听杨杨这么一说,真是摇吐了。 我从来没想过周魏会那么无耻。 或许她当初为了前途选择了出轨。 就注定了她是个品行低劣的男人。 我当着杨杨的面发誓说,周魏这样没有底线的男人,我绝对不会再多看她一眼,更不会和她有什么旧情复燃的可能。 相反的,通过这件事,我只会越来越唾弃她,只会恨自己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睛。 看上她的杨杨听我这么一说,终于松了口气。 不过接下来她却做了一件让我想象不到的事。 杨杨天天都会在单位待到很晚,也不知道忙些什么。 大约一个月之后,有一天,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,她已经把周魏搞得身败名裂了。 原来,周魏被那个富豪孕妇赶出了家门之后,又火速地和一个离异的女人好上了,就是那天出现在我们家家门口的那个。 那女人是个开美容院的,很有钱,周魏和她认识不到二十天,就和她扯正结婚了。 和她婚后照样狗改不了吃屎,四处勾搭女人,直到她见到杨杏,杨杏和杨杨是亲兄妹,长得特别像。 她一打听,才知道杨杨果然是杨杨的妹妹,而杨杨是我的丈夫。 她听说杨杨和我婚后很幸福,她极度地不行,她觉得当初我和她分手都是她的错。 她现在浪子回头了,我肯定就会顾免旧情。 她想得也忒美了,杨杨和周魏卯上了。 我们的婚姻原本风平浪静的,周魏这一股邪风使我们婚姻的小船岌岌可危。 杨杨觉得自己如果不出这口恶气,简直太没男人样了。 她雇了私家侦探跟踪了周魏半个月,把她四处留情的场景都拍了照。 除此以外,她还查出了周魏不仅有转移婚内财产的嫌疑,而且还有盗窃的嫌疑。 周魏曾经在一家高档当铺点当过两块手表,三条项链和四个耳环。 那几样东西虽然看着不起眼,可价值不菲。 杨杨攒够了这些证据,亲自把她交到了周魏老婆的手上。 周魏老婆不是吃素的,一怒之下报了警,不仅和周魏离了婚,让她一无所有,还把她送进了监狱。 周魏进监狱之前,强烈要求和我见一面,她说她都是为了我才这么干的,她以为自己多囤点钱,就有资本来找我,可以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,让我和她重修就好。 我说她想错了,我们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,我说我和杨杨才是绝配,并且感谢她当初的不取之恩。 周魏被盼坐了一年劳,听说她出狱之后,没人在老地方混下去,跟着人去日本劳务输出了。 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些,我怀孕已经八个月,只等着新生命降临,没有渣男的干扰,我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。